颗粒镜最新的一个A81 它是之前我们A71双层电疆 清净机的升级版本 各位可以看到整个外观 我们在整个材质上面变成雾面的形式 第二个有感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整个控制面板上面都不一样了 以前是机械式的按钮 现在全部变成是触控式的按钮 空气品质的灯泡 数值还有定时 所有功能都齐备了 再加上一个手动的遥控器 更方便家里再使用 我们还是会用无程式的 这个悬浮微粒检测器 来跟各位做实际的介绍 这样会更清楚 那我们还是来看现在室内的环境状况 每立方英尺里面 大概现在是在81万多颗 80万颗左右 OK 这是背景值的状况 那我们来看一看 冷气上面的过滤的情况 冷气也有94万 110万 110万 对 所以代表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卡张的灰尘 等等 累积的东西在这里面透过风流的时候还是把它吹出来 所以冷气基本上没有过滤效果 是的 它只有前面那个塑胶网格挡一些看得到的 再回到室内现在看一下 好我们再看看室内 现在室内大概89万 好那我们看一下克力镜 好 A81 对 吹出来的效果 好我们一样 让它持续开着 我们看出风口这里 好 三秒钟会计算一次 好我们看一下它的过滤的状态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瞬间已经下来了 好那A81就是一台空气清净机 可以到零哦 对我们还是做到极致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基本的使命 好让空气清净吹出来是干净的 就可以避免二次污染的状况产生 你再回到旁边 好我们再回到背景的状况 好西风孔头中这个西方西嘛 我放在这边这样会 大家会看得更清楚 现在84万 94万 95万 室内的 室内的进去的时候 对进去的状态 好因为环境是在变动的嘛 96万 好96万 OK好那我们再看看出风口上方 好就是体验这台机器道 有没有扎实的做好 它完整该做的清净功能 从过滤从结构 都必须要被完整的评估 好我们就看看它的状况 真的到零了 好所以我们的标准 只要是做清净机 有清净功能的 这标准不会改变 夸张哦 那我这边有一台Dyson 我们来看一下Dyson的出风口 好 一样它出风口在这边 我们就来测这个地方 Dyson的效果不错 也不错啊 71万 现在7万多 7万6 其实蛮不错的咯 这台是Dyson 对 我家里的 冷暖空气清净机 其实很不错 7万多 好来看这一台 A81 好 电浆清净机 看出风口 我直接到百味数 0 还是我们的标准 0耶 怎么那么厉害